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征收跟区断征收 那两个的一个差别 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区断征收 这个土地被征收人 对他的补偿 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可以领地了 一般的征收 他的补偿大概就是金钱补偿 就是我们用每一年1月1号 政府有个公告主力限时 用那个公告主力限时来进行地价补偿 但是区断征收另外的 你如果要放弃金钱的补偿 你可以来选择所谓的底价地的补偿 这两个基本的差异 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区断征收就是 一定面积 整体的面积的 土地开放 比如说大谷 这次就是这样子 大谷就是采取区断征收 区断征收的面积 总共是136公斤 136公斤 那竹东二重土的征收也是采取区断征收 那乡施寮跟湾宝 我们现在最近都常听到的 他们的征收是采取一般征收 那一般征收呢 你只能够领起现金的补偿 好不好 现金补偿一般是 这个土地的公告限时 再加市场 一般 一般的习惯大概是什么事 但是区断征收呢 你如果不领起现金补偿 你还可以领起这个 底价地的补偿 就是开发完之后 因为这个地价的一个上升 本来做农业使用 地价比较便宜 现在经过整体土地开发之后 把它变成建地 因为变成可建筑用地 你的地价就相对来比较高 对吧 所以我们就用 一部分的土地 来补偿你 但是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一个补偿 为什么政府 为什么 这尤其 长期以来 会那么喜欢用区断征收的手段 为什么 因为我要跟各位说 政府如果区断征收 可以获得 蛮庞大的 可建筑用地 我们说征收的面积是一百公顷的话 大概最后 百分之三十五 一般平均 大概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 最后会变成 是政府所有 尤其是地方政府所有 尤其像我们现在 地方政府的财政 其实都很困难 我们台湾各县市 地方政府的财政 其实都是相对很困难 好 那平平起来 大概百分之五十 都是必须仰赖 中央政府的一个补助 或者我们讲 中央政府关爱的眼神 OK 所以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他要怎么来建设呢 他的财源要从何而来 区断征收 就是地方政府创造财源 很重要的手段 土地做农业使用 土地做农业使用 政府没有办法克到税 农地呢 缴的税叫做田赋 农地缴的税田赋 本来就很轻了 但民国76年 为了体恤农民的一个辛苦 所以政府又把田赋停政府 这个税务是仍然保留着 但是我们停车 一直到现在都还停车 为了要财政上的需求 所以地方政府也很希望 农地能够转变成建地 农地一变成建地之后呢 比如说像大埔 他本来是农业用地 以后就变成建地 大埔就是案子 是都市计划的一个新定的区域 以后就变成都市的土地 那都市的土地呢 就开始有一些是住宅区域 有一些是产业研区工业区域 开始你就要缴税了 缴什么税呢 地方政府现在很重要的 三个税收的来源 其实都跟土地有关系 一个就是你每年 就要缴地价税 好不好 每年要缴地价税 第二个呢 你如果土地跟房屋有所移转 你就要缴土地增值税了 第三个呢 你如果建筑物在他们有房屋 你就必须要缴房屋税了 这三个税 都是地方政府重要的产业 重要的产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地方政府那么忠情于 用区断征收 来进行土地开发的另外一个理由 更为重要的理由 要跟各位来分享 那个 土地的炒作 土地的开发 往往是地方 成长机器 最主要的利基 最主要利基 好不好 我所谓的地方成长机器 包含了什么呢 地方成长机器包含的就是 地方的行政官僚体系 比如说县长 支持他的地方的派系 建商 财团 这些都是构成我们所谓的 地方成长机器 从过往到现在 地方成长机器 它最主要的一个利基 他们获利的一个基础 其实是来自于土地的开发 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个炒作 我们现在 我们都故意要 弄个科学园区 弄个科技园区 好像这个东西 就是 时代的一个潮流 好像民众 就会完全的一个战场 其实我跟各位说了 这个他们跟科学园区 一点关系 大鼠这个案子 虽然挂个名字是 新竹科学园区 竹南基地 记得后面还三个字 叫做特定区 其实他前面那个都是好玩的 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 重要是特定区计划 其实他前面那个只是一个什么 虚有的一个名字 他重要本质上 他是一个都市计划 他是一个特定区计划 特定区计划 其实他跟科学园区 一点关系也没有 好 那这是要跟各位 这个好特别做说的